在老师的待命之下 南岛七边博国秀四年夏生 来到后方来行动博物馆参观中国文物 在博物馆里面 夏生年人看了早期二代所使用的字 参与是专业所使用的金元宝 以及其他二代所使用的字 让夏生年人都是相对好奇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元宝 但今天让我在历史博物馆上看到 让我非常心仰 电视上只是照片 但这个是非常具有实体的 比较实体 课本上都是照片 所以会让你印象更深刻 被弊 为什么 因为以前都没有看过被弊 就算课本上的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多 然后从这里得到的知识也比较多 这里也有许多被弊的由来 然后以前课本上写的就没有像今天行动博物馆上面的知识有这么多 所以让我收获不少 这里的东西真的跟课本上的不一样 课本的都是一些照片或者是文字来表现出来 但是这里的是真的实体的出现在我面前 并让我收获就要进行历史博物馆 特别向都国立历史博物馆 申请这台行动博物馆来到学乡来 将早期的过分物都展现在历史博物馆面前 让他们这一步可以了解早期的历史博物馆 好好老师也特别设计的学习评论团来加签学习的影响 可以让小朋友在参观的时候有一个好像顺序啦 或者说他因为一进去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从何看起来 那他会根据学习单去找他想要的答案 而且会印象比较深刻 为了增广学生的学习视野 以及增加学生接触国家级文物的机会 所以特别与国立历史博物馆教育推广小组接触 然后申请行动历史博物馆车到校来做展出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活动 让学生能够接触了解中国古代钱币的起源以及历史渊源 两三位口来参观古文物 这些东西虽然跟古文里面的土壁都是同样 不过会看到的实体 开始对学生能、丁丽数、学生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们听彩虹报道